自2019年香港发生修理风波以来 中央政府连续两年从限制层面 解决香港积存已久的制度问题 使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落实爱国者治港方面 逐步有了法律制度保障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荣修讲座教授刘兆佳 近日接受中心社专访时表示 实施香港国安法治标 而完善选举制度使治本 在国安法处理的情况 这些指标的问题 就是不让一些内外敌对势力 在香港搞破坏 都没有从本角度来处理问题 所以选举办法来改革 应该是从根本上处理下的问题 目标是营造一个长期久安 有效管制的格局 还要在短期期内 把这些格局建立起来 刘少嘉表示 完善选举制度的核心 是将选举委员会放在关键位置 扩大其权力并赋予其新职能 以更好的落实爱国者治港 现在整个选举办法改动 其实是核心对这些 把这些选举委员会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扩大它的权力 赋予它新的技能 让它可以发挥 更好的推动爱国者治港 这个目标 因为经过改革之后 这个选举委员会肯定是那些忠诚的 忠实的 害国者主党 以它为何心 影响到立法会的组成 影响到特定行政长官 有学员来当他 而且还继续发挥 刘兆佳建议 为保证行政长官候选人 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审查更严谨 香港特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应具备独立调查能力 现在选举的候选人 记者审查委员会 去针对这个实践展办 选举委员 委员 立法会 议员 甚至以后 我也发破这个区议会 这些候选人 就记者审查 这些肯定是非常 这个严肃的 严谨的 深度的 审查 最重要的点就是 他应该会有些独立 调查候选人的这种能力 而不是 好像播出人 依靠候选人提供材料 所以我才 我建议这个委员会的时候 我要提供 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定策略的 到程序 一种制度合作 他有的独立调查能力 调查候选人的背景 所以候选人又没有 跟外边 外部实力构建 刘兆佳将这次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看作是一次大手术 香港的管制生态将由三股力量构成 以便维持香港繁荣稳定及长治久安 刘兆佳表示 在此新格局下 香港会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获得新动力 保持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 香港特区在特地任务 和中央的支持领导上 解决香港一系列的生成区的社会 经济民生的矛盾 但香港可以重新朝着一个繁荣稳定 这个方向来发展 而且也是通过这个系列格局 让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让香港可以在国家发展破天中 得到新的动力 来推动积极的产业结构改革 产业结构多元化 和让香港能够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